今天是2021年12月22日 昨天21日冬至出了一个帖文 有些分享给大家 劝大家趁真正冬至的那一刻 去做一些善事宗教的行为 希望可以对抗这种音气致盛的时候 因为你们看回我昨天出的帖文 第四段我就说 因为我们昨天真正冬至那一刻 太阳报复摩蝶座那一刻 其实是在凌晨的 23点、8点、59点 或者简单一点 你当是凌晨12点也好 是一个真正正子的东西 它会有一个非常之 就是那个意象似什么呢 其实我们说 由冬至开始 那些音气就会渐减 然后那个阳气就渐涨的 但是你想想 它 真的发生的那一刻 它竟然是发生在一个音气最盛的时候 你明白吗 太阳在正52点是最美的 如日中天、如日方中 成余都有得叫 带红太阳高高挂 但是它是一个最阴暗不明的时候 如果它发生这些重大的能量转变的时候 可以看到那个阴的力量是势不低头 但是在此之前 在此之前我想去感恩一下 去多谢 由昨日到今天都无端端有一些朋友 是做了一些令我几窩心的举动 OK 首先我想去分享一下 也都是今天无端端看到池山寺一个昨日的帖 他们也是趁冬至说了一些说话 尤其是最后的几句 希望大家能够趁冬至时发愿 继续滋养一伙柔软且具人性的汤圆心 与人方便 成为自己及他人 呈上各种的微甜、瘟烈与圆满 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之正 还有呢 好像我自己的post 都说了 必须深存善念、管好身与义 OK 正所谓三好 传好心、说好话、做好事 其实是一个非常之简单 这些是一些很简单就可以做到的行为 不用整个觉得做好事我要去捐钱 但是我很穷我也没有钱去捐 不需要的 其实 简单到你一个微笑 你说一句支持鼓励的说话 一些赞美 其实已经是非常之好了 例如昨日冬至 有个朋友 他不单是传了一些 大家都 大家都在寄好多信号 我也很感谢 但是他还加了一些很私人的简单 就说 多谢我之前帮他看盘 时刻会记住我给他的提示 也会支持我出post 等等 我收到之后 大家要记住 我不是说 哎呀因为你赞我 所以我觉得 尖尖自弃 好威好西 又威又西又巴弊 不是这样 而是我会很感恩 这个世界上 有多一点 善的力量 有多一点 正能力 有多一个善人 有多一些爱心 是会去 出了来 ok 那这件事才是令我觉得 最窩心的事件 ok 那 又例如 今天呢 有个朋友 都说了一些很趣的赞美 去这里就比较趣 但是 可乐而不为 因为有时候 好像我常常去分享那些烈食post 或者我昨晚 都有一个 那个 马桶post 是不是很搞笑 就是因为 总之某个餐厅 他们那个 拉水锅就断了 他们就连着那个汤笔 就是我觉得 有时候这些很搞笑的东西 是完全是 就是跟我那些 玄学的东西是无关的 但是为什么有时候我都post出来呢 其实真是纯粹为博君一笑 正所谓笑一笑世界这么微妙 就是多些欢声笑语 那这个世界的人 就是和乐情长一点 是不是 不会有那么多的斗争 那么多的苦满忧愁 ok 所以有时候 就算 你去说一些笑 就是会令人发笑的东西 去替人开心一下 没坏的 真的没坏的 其实都是在加强一种正能量的存在 那这些东西都是叫做做才行的 ok 跟着又例如 今天就有个朋友 有 就是也很祝福我 就是接下来的节日快乐那些 但是他之前都说了 知道我比较忙 那就ok 先随时联络他 那 我就觉得 是一个很体谅 很贴心的行为 那这些东西都是 就是令我非常之感恩的 我 例如我想说佛教里头 我们常常说布施 要向人布施 那 布施 但是原来都分三种的 一种就叫做财布施 那 顾名思义 钱财 财富 真的叫做捐钱 但有时呢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哎呀 我都没有钱了 我还怎么去捐钱给人呢 ok 不过其实有很多佛教故事 他都说过 就算你真的得一毫子 或者你得最后半碗饭 其实你都可以去布施 Anyways 好了 有时不欺求大家去那么伟大 但是布施是否只限于财物的布施 并不是的 有一种叫法布施 那这个法 如果是合义的 就是佛法 ok 但是广义的话 其实是一些做人道理 一些智慧 一些处势的法则 他分享给大家 都是一种布施 还有一种叫做无谓布施 大无谓的无谓 令到人心里面不会生到一些恐惧 令到人心里面是舒适 是开心 是平安 所以我在此 我是要很多谢 就是我刚才展示了三位朋友的 就是送上给我的一些祝福 一些鼓励的语句 我很多谢他们的无谓布施 ok 好了 多谢完他们之后 现在就正式讲 唉 究竟为什么 嗯 就是我说了 第四段 音气如此旺盛 哎 2022春婚前要死很多人 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现在去分析一下 昨日冬至的盘 升盘 但是呢 也都要讲一讲 那为什么要去到春婚呢 那 智器这些东西呢 不是中国人才研究出来的 因为它是天文学来的 那天文学你 站在世界里什么地方 你都会看到一些同样的天象 ok 那我们中国人呢 就 例如 当然我们有24次器 但是 其中四个最大的次器 很重要呢 就是冬至 春婚 夏至 秋婚 那 然后 在英文也有名的 就是 就算是普通天文学 它们分别就是叫做 冬至尖叫做 然后是 夏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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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至尖叫做 冬至尖叫做 但是在尖正学 它们也有特别意义 就是分别就是 太阳是入了 分别是 魔教寄有叫山羊座 白羊座 巨蟹座 还有天明座 的灵道 所以其实是别具意义的 然后每一次 每一个这些节气 他体现到的能量 就会维持到下一个 就是那个节气转的时候 例如冬至就去到春分 不过春分是一个比较特别的 我稍后再说 如果是夏至盘 就会专门说夏至去到秋分 秋分见到的东西就专门 就专门说秋分去到冬至 不过春分图就比较特别 春分是可以说整年 那你说为什么它有这么强的力量呢 正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 春天它是一种 它是一个底 它是一个basis 这个basis 底好上面的东西就漂亮 底不好上面的东西就起得不均 对不对 你可以这样想 如果你说真的要用玄学去解释 可能我会说 因为太阳进去白阳座 是叫做一个旺宫的位置 Exaltation的位置 所以它的能量是可以耐久一点 OK 但是当然 其实最强的体游 都一定是头最近的时间 头一季 是由春分去到夏至 但理论上我们看春分图 就可以是说 来近整年的大气候会如何 正如我们中国那些师傅都说 我们要看立春图 立春图 是吗 立春的八字尾 都是说整年的大气候 然后我们 新阳尖声 我们不是看立春的 我们是看春分的 好了 现在看这个冬字图 就是昨晚12月21号 23点59 甚至今早早凌晨 12点的那一刻 有什么那么糟糕呢 哇 真的很糟糕 首先呢 我们是在这幅星图 答5的位置 摩蝦座又叫山羊座 就有一个金鸣合相 金星是易行钟 在26度 然后 冥王星就一直得到25度 即是这里 OK 可以zoom的 现在这个功能 好了 大家看到了 本身这个金鸣合相 我是在对上一次 好像是早几天 好像早两天 哦 即是19号 全城那些人不投票日 那一天 上个星期六 不是 星期日 星期日 即是黄力云很大石做封面的那个post 那条片 OK 那条片就已经是讲过 金鸣合会发生什么事 OK 那长城金鸣合里面有什么事 你们去看那里 但是呢 看这个金鸣合 它是不是射了一条红线 一路射了上去巨蟹座的月亮 月亮呢 在尖星学 或者我们叫世俗尖星学 Mandane Astrology 是代表人民的 是讲整体的人类会发生什么事 好了 那本身这个25、26度的金鸣合呢 他们就两个纯粹是合迷了 黏在一起 那就有一些negative effects 就是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OK 但是 竟然在 冬至的那一刻 月亮在 过面 射之战过去 或者你 不要说月亮射之战过去 你当他们互相射战 互相开火 开炮 那是不是大件事 打仗 跟那些人民去打仗 即是这样 接下来人民 都会受到很多金鸣合的因素去影响的事情 会发生 OK 那这些事情就是会损害到人民的 何况呢 冬黄星也是讲一些毁灭的东西 OK 毁灭 一些很大的破坏 OK 然后 然后 特别是这个盘呢 其实是一些 怎样的 毁灭呢 首先是可以讲一些金融财政 因为 冬黄和金星都是讲一些 金融的一些big money的通勢 但是还有 嗯 其实呢 即是这个金鸣合 是发生在摩蟹座 OK 然后 就是那个冬黄星呢 都还叫刚刚在四公的位置 他在四公的 看到这个阿拉伯数字 四公 OK 那他呢 就会跟一些土地的资源有关 OK 所以呢 在一些土地的政策 土地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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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的价格方面呢 是会令到人民是受到一些重创的 而他重创到一个level 我真的担心会造成 physically的人命伤亡 即是他不是纯粹 哎呀令到你破产 等等等等 而是有些事情呢 是令到人 傾家当产到一个level 是 他忍不住 那然后呢 就跳楼 是的 那还有 是的 因为四公 那还有呢 唉 我告诉你 总之这个盘是非常千丝万楼 我都真的无从及手 好了 我们不妨再看看 那除了这个25、26度的 金鸣合 直接冲27度的月亮巨蟹 直接冲人民 即是你想想 25、26、27 一些这么紧密的数字 黑黑就是冬至那一刻去发生 还有 我们见到这里呢 有一条三分蓝色线 射到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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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C续 是吗 25度 ASC这条续呢 亦都是代表了一个 整体的社会环境 OK 那就是说呢 那这条蓝色线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是说呢 它们的能量是很顺利去交流 你不要听到顺利这个字就很开心 我是说一种negative的能量 就是这个金鸣合的能量 金鸣合的能量 很顺利地射到这个社会的大环境 大气候里面 OK 那就是说呢 一些金鸣合不好的意 就是一些不好的意头 一些尤其是跟金融啊 土地啊 物业啊 一些 就是这些有关的事情 会有很多大变革 大毁灭性的东西发生 是直接影响到人民 还有我真是怕它会有一些 physically的 死伤会发生 是的 真的可能有些人去 受不了跳楼啊 OK 或者呢 如果不是因为 那 这里很调解的 我们等一下还要说这个 天土四分 是的 天王星在这里 在金鸣座 是的 如果不是 因为我们的人 对于物业的价格 发生的变化 然后令到我们自己是 想尋死 那呢 就反过来 我会说是 亦都同时是一些 physically的土地 一些真实的流域 总之是跟一些地 或者一些山 石头有关的东西 然后是崩 弄死人 扎死人 扎死人 或者一些人是 失足在一些高的地方 是跌下去 OK 那我们继续去说 那 因为我刚才都说了 其实摩蕊 和这个四公呢 和一些土地是有关的 OK 无论一些高的土地 或者一些低华地方 即高山 或者高楼大厦 或者低华地方 或者无论它 究竟是天然的 例如真的一座高山 还是人造的建筑 高楼大厦 都会有一些崩溃的状况 发生 而这个东西呢 是further reinforced by 我这里要讲的 天土四分 OK 在金牛座 有一粒很不舒服的天王星 在11度 它现在逆行 什么叫逆行呢 就是它打到退 那个度数会越来越小的 10度 9度 它现在传了一条粗红线过去 这个水平座的土星 在10度 你想想吧 这个在11度逆行回去 这个就是在10度 那就是过了一度之后 这个天王星 就会和这个水平座的土星 正式大家都一起在10度 那就是说 它们那时候的粗红线 这个叫一个压力上位 这个压力会是最激烈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 是发生在两三天之后 总之是圣诞了 OK 我想说 天王星 这就是金牛座 它可以说些什么呢 再来 是一些钱的问题 因为呢 金牛座的主星 是这里的金星 这个26度的金星 这个Feminine Sign的金星 可以是和一些钱财 财政经济的挂钩 和金牛座呢 也是说土地 但是我们尚要留意一下 这里是写着白宫 白宫呢 也是说一些很大的危 一些很大的危急 那样的东西 所以呢 就算不是在说一些 楼宇的价钱的状况 但是 我觉得 未来 即不是说我觉得 不是说我觉得 是现在我在这里 predict 就是真是一些 physically 摸得到的土地 石头 我很担心 未来这些东西 会是直接造成 一些身体上的人命伤亡 OK 何况很重要 我们又看到这里 有一条蓝线 看看这里 11度 即是这个 在金牛座不安分的天王星 是不是射了一条蓝线 过去12度这个水星 即是有两条小竹子的水星 OK 一个在11度 一个在12度 即是很感密 对吧 而这个水星最重要 麻烦 就是我们这个盘 的上升族 现在踏在全女座 就是全女座的主人 所以它也是说一个社会 大环境大气候 说一些全人类 即是说 现在这个水星 就是 哦 就是说全人类 OK 那些人 他们会很顺利地接收到 涉周到的一种能量 是一个怎样的能量呢 就是天金牛在白宫的能量 就是说 在一些土地啊 金融啊 而说多次 这个土地可以是人造的楼宇 或者是土地的价格 或者是真是一些 你摸得到的土地啊 石头和山啊 石屎啊 OK 在这些地方呢 会遭受到忽然之间的累积 OK 是一些很大的危 一些很大的变故 因为这些就是白宫要讲的 topics OK 而这个 天金牛呢 天王星再金牛座呢 它本来已经是一个不舒服的位置 啊 它还要呢 受到一种 压力的 即是受到一种压力啊 从谁啊 从水瓶座的土星 OK 而大家如果知道呢 其实土星和天王星都是水瓶座的 呃 就是都是守护着水瓶座 OK 好了 那就是加上的呢 就是说呢 麻烦来近 在 即是你走路呢 你走街呢 麻烦要望下 擔天望地 在天的话 你会不会上面有些东西 会不会有些东西 会不会有些东西 或者 走地下的时候 会不会有些地下是无端端烂了啊 路陷啊 OK 还有你去一些高的地方的时候 麻烦你去小心点啊 不要失足啊 OK 真的叫做死人倒楼 或者是个地塌了 或者你 有些行山人 他们一群一起跌了啊 是的 或者甚至 来附近有些山火 然后有些人 整群人在山上烧了啊 OK which呢 好不幸地 在我出这条片之前的几个小时 就有粉丝跟我报料 OK 那 我真的 我发誓不是事后很明 但是 因为这个东西盘 其实已经给我知道这些资讯 那我本身就打算出片去说 但是怎料 这件不幸事件就 比我要去做这个prediction 更加早发生了 OK 但我们可以吃这件事去引以为监 就是说 咦 有工人 堕污水井 是吧 就是你堕入井那里 就是由一些高处 地下平面的地方 无端端跌了 OK 那我很担心 来附近这些事呢 都是会 无日无之 OK 所以呢 请大家真的要好好好小心 啊 不好意思 我希望我不会说得 好像有点乱 那样 OK 因为我是没有script 我现在经历了上次的黑天鹅事件 记不记得下集的ABC呢 那我已经开始不写script 我的东西是随心说出来 所以可能会有少少的disorganized 我希望大家不会介意 OK 但是总之 那个意象就很清晰 一字既知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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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山石 OK 这些东西 麻烦 不过来 要小心造成人命伤亡 祝大家 来附近